Hello 大家好 今次就想說回Pokemon的新作情報 因為早在5號的時候Pokemon的Youtube Channel出了一個新作情報 也想說回我自己的看法 或者是跟大家說回這個情報是說什麼的 好啦 在影片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說到在新作的劍盾裡面 他就有一個換裝系統 這個換裝系統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因為早在XY版本的時候已經有這個功能 讓大家可以隨時隨地 即是可以換到一個自己喜好的造型 好 基本的都有三副鞋襪那些 書包或者是襪子、手套那些都應有盡有的 我也發現它是一個瞳孔改變顏色的一個功能 或者是一些細微的化妝的一些功能它都有的 還有一個就是髮型造型 這個髮型造型也是跟XY的時候已經有這個髮型造型 我覺得都不錯 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特色 不用每個人都是一樣樣 因為如果說沒得換裝的話 基本上除了男女之外其實沒什麼分別 因為改變不了顏色 所以每個人都是一色一樣 全部都是一樣樣的 我覺得有一個個人的象徵不錯 但是根據我以往XY的經驗 其實這些衣服的外表其實是相當花費的資金 到時如果大家有興趣去打扮好自己的造型的話 相信都要用一筆的資金 還有資金相信都挺龐大的 因為那時候XY我買衣服買衣服的時候 都很貴的 很貴的 要打很多錢才可以買得到 對 到時大家有興趣可以買一下 OK 下一個情報就是一個卡片的情報 他就有提到 你可以製作一張宣傳用的卡片 大概是這樣 因為我不太清楚 因為我只看人物的影片 他就說這個卡片 你可以根據你的人物的外貌 然後做不同的表情 或者做不同的動作 去拍一個卡片出來的 這個也是一個個人的一個象徵的身份 都不錯的 都不錯的 好 然後到講這個新寵的時候 新寵物就是一隻藍色的小鳥 藍色的小鳥 黃色的尖咀 還有一對小翼 就是古月鳥 屬性就是為飛行水屬性 飛行水屬性 其實這個屬性都可以說不好可以說好的 這個屬性跟大罪歐、鯉魚龍都是一樣 好不好就真的一般 但是這隻古月鳥就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的特性 它的特性就是它獨有的特性 就是叫做一口飛彈 一口飛彈這個特性就是 當古月鳥用沖浪或者潛水的時候 會由水裡面單一條獵物 相信都是魚來的 如果在這個狀態受到攻擊 會套出那個獵物 進行反擊 這個 我個人覺得新特性 引入的新特性其實都不錯的 不會太過單一 每一隻都是那些特性 其實都很沒趣的 有個新特性都不錯的 但是它的特性都比較吸引我 就是會套出獵物 這個套出的獵物是怎樣算傷害呢 都是比較 老人尋味 都可以值得去思考一下 或者是 到時再看 對 相信應該都不會特別厲害的 因為這隻獵物呢 我跟這個大罪勾都是同一類型 我覺得 但是暫時都不知道 因為任何的一些能力值都看不到 暫時只有特性看 單憑特性的話 其實可以看到是否厲害 但是 因為都是新特性 所以判斷不到 好了 還有另一隻 另一隻就是鬼屬性的 一隻叫做布施狐 布施狐 有點難讀 開始的名字 是一隻有個茶壺 然後裡面有一隻鬼仔 類似幽靈的一個物體 生物 生物 氣體 有一個茶壺裡面有一隻幽靈 這樣就是一個單一的幽靈屬性 而它的特性就是這個碎裂海鴿 這個碎裂海鴿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舊有的特性 碎裂海鴿就是物理招式受到傷害時 防禦減低速度大幅提高 很多一些化石蟲都會有 例如高石獸 鐮刀龜 然後寄居蟹 或者是... 沒有了 這三隻化石 還有比較常見會用的 可能是多多冰 或者是禿嬰娜 這些都有機會 好 暫時也是那句 雖然它是舊有的特性 但是呢 我單憑它的外表 我看不出它是很高防禦 所以配這個特性可能有點麻煩 或者... 這些都是有點難用的技能 因為配得這個碎裂海鴿呢 有機會它本身的速度也不算... 很高 我覺得因為其他... 其他重... 即是... 根據其他重的... 都是有這個特性的其他精靈 其實沒有哪隻是特別快的 大部分都是偏慢 就算是最快的話 都是說... 應該是多多冰的速度 多多冰應該是... 七十幾八十左右 我沒有特別去看 所以不清楚 希望這隻能夠做到一個不錯的效果出來 即是輸出那方面 大概就是這樣 而這一隻都是沒有任何的招式 或者是... 一些... 嗯... 種族值都是不知道的 暫時只知道屬性和這個特性而已 好啦 不知道大家對這兩隻有什麼看法 當然有些人都會覺得越出越醜 但是就... 無可否認的 第一代和第二... 即是頭我四代 我都幾出色的 就開始黑白那一代就開始... 慢慢地 接著又好了一代 接著就開始... 又可能差一點 不過我覺得... 兩體啦 兩體啦 即是有時候可能看得順眼 對啦 我就... 不評論啦 對啦 我覺得還好 OK 好 然後他都有說到一個系統 就是一個叫做螢火系統 一個露營的系統 那就是可以跟其他訓練家的一些精靈 去進行一個互動 在這個露營的時候 去看看那些精靈的表情 一些精靈的互動 去... 可能是增加一些親密度 嗯... 那他在一個宣傳片裏面 都有顯示到就是... 全部衣背在同一個... 同一個活動上 都是比較特別的一個場面 因為很少賀 有一個活動... 即... 可以說是沒有啦 應該是... 即是沒有一個活動可以包含這麼多精靈 對了 那再包含這些衣背的話 其實這個畫面也挺漂亮的 那... 除了這個露營之外 他有一個烹調系統 就是這個料理一個咖喱 料理一個咖喱飯 然後呢 他就可以給一個... 給你的訓練家 以及給你的精靈去吃 大概就... 我不知道有什麼用途 大概不知道有什麼用途 那... 新作情報就是這樣 其實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好... 那我比較好奇的就是... 影片裏面也有一隻叫雙奶仙的精靈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這個精靈 因為... 以往那些情報我都不是說... 每條都有看完 所以我看到都比較... 好奇一隻是什麼精靈 好... 這隻叫雙奶仙就是妖精屬性的精靈 妖精屬性的精靈 他的特性就是一支甜幕的技能 舊有精靈都有的 這個甜幕的技能就是我方的精靈 不會陷入睡眠狀態 OK 除此之外就是一無所知的 對這個精靈 即是... 種族值 或者是... 嗯... 種族值 以及這個... 即是可能有多個特性 或者有進化都不清楚了 對了 不清楚的 好 那重點來了 在這個雙奶仙呢 其實這個雙奶仙 就有一個... 很多不同的一個造型 對 多達接近40個造型 這隻的雙奶仙 都... 挺厲害的 真的 對了 我都找到... 大概有20多種 這裡有6 12 18 然後... 18 然後24 28 28種的一個顏色 都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那些顏色呢 都不是說... 很大分別啦 只不過可能頭色 或者眼... 就是那個瞳孔不同了顏色之外 其餘都... 差不多啦 有些就... 改變了... 即是改變身體的顏色 有些就只改變頭色 和瞳孔的顏色 那麼... 對了 其實都... 有點像之前那隻蝴蝶的一個... 一個設定啦 一個設計啦 之前有一隻XY的一隻蝴蝶 它就... 有不同的一個圖案 對啦 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圖案 那麼... 有一個就比較特別的 就是精靈球的一個背面的一個圖案 但是我就沒有收藏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收藏 那麼... 這些精靈 這些要精的精靈 我都是... 比較喜歡粉紅加白色 或者是淺粉紅的 對啦 對啦 因為講到明妖精的話 其實... 我相信... 應該粉紅色 或者是... 粉白色 其實都是比較... 適合啦 其他那些顏色 我就覺得一般 就像雪糕一樣 其實這隻有點像雪糕 真的有點像雪糕 對啦 好啦 那這次的情報就先到這裡了 看看這個... 公科會不會再發佈一些新作情報出來 那到時如果有的話 再拍給大家看 那大家有些什麼意見 或者一些什麼... 看法的話 都可以留言 OK 那下次再見 未來的話 記得幫我按訂閱 喜歡的記得按LIK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